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隆坡市长早餐会喊咖 今天的最新的发展里头到底又见到了谁呢 韩国瑜的出访控诉打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尤其我们要连线给高雄骑山的农民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知道农民对于韩国瑜 在这个农业政策方面有诸多的一个期待 这次出国到马来西亚看到 抢到了农与品的订单有一亿元 说是到手了签署的MOU 这到底代表什么 什么叫做MOU 那我们也看到签署的对方叫做蔡宝强 这是马来西亚在当地里头 一带一路的中心执行主席 这样的订单的背后应该怎么进行解析 另外要看立法院的最新现场展现捍卫国家的决心 苏贤昌院长说即使剩下一只扫帚 他也会跟敌人周旋到底 我们还原这样一个打巡的过程 拿着扫把也要往前冲 国民党立法委员赖世宝到底是怎么质询 赖世宝的原意指的又是什么 网友说赖世宝你有事吗 为什么 为什么网友会呛吓呢 好 那包括了蔡英文总统也说 一旦中国犯台的话 我们承受第一波的攻击 希望全世界可以站出来 可是这个时候看到 原嫁到中国的女星张瑞竹 她特别提到蔡英文的长相跟身材 哇 在这个地方做文章 引爆了踏法及伤闻 这些传达出什么样的意涵 来意义为您解析 邀请到这几位关键系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 国会观察积极问导师杨丽敏老师 大家好 以及政治评论员于妹妹 小军好 大家好 欢迎民党级立法人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网路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人权联盟的理事长杨献红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的周易厚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波文 大家好 大家好 中国时报今天公布 在三天堡补选跟台南的补选 据说民进党都会全军覆没 在过去四八小时 包括今天进行抽签了 有许多的场面可以观察 那首先我们要看的是 这是杨振权那么传回来的最新画面 韩国瑜受马来西亚赛马工会主席的一个邀请 今天参观的是赛马场 韩国瑜来到大马的行程 这一次最受到瞩目的行程之一 就是要在离开之前 来到这个地方来看马会 这个马会已经是有123年的历史了 对于高雄赛马的可信性评估报告 这当然会分成好几个版本 我们希望不要把博弈放在里面 也许可以采取像杜拜模式 没有赌博成分 但是赛马这个活动项目 运动休闲 值得不值得推广 到时候市政府这边会送起议会 大家共同来讨论 路过机场免税店韩国瑜的大阵仗 引来一阵骚动 上任后首度出访 韩国瑜要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找生意 出发前先画大饼 第一 城市的交流 第二 农产品 鱼产品的找通路跟订单 第三个 情感的互动 能不能满载而归才是重点好不好 要和谁谈才能满载而归 相较于先前高调曝光 要和马国政要见面消息 却遭到当地媒体打脸 韩国瑜态度明显变得保守 有政府部门的一些身份的 我们就尽量低调保密 关键还是要尊重对方 人家不愿意立刻及早透露的 我们都尽可能把它保密起来 好不好 反正到时候一一就会呈现 台商总会动员迎接 会长也亲自到场 驻马国大使当然尽责接机 但马来西亚官员 人呢 他会有安排跟马国的一些官员吗 这一方面我不是很了解 可能要问市政府的 美光灯下 签下去 高雄市长韩国瑜要实现证件 或出的去 第一站悬在马来西亚 和当地粮食进出口总商会 签订备忘录 第一天就有斩获 但是根据马来西亚媒体 中国报报导 大马粮食进口总商会会长 早前就发文告指出 在九二共事基础下 愿意穿针引线 推动大马与高雄双边的经贸投资 来到马来西亚的唯一一顿晚餐 大马商界来了不少重量级人物 不过最特别的是这位 马来西亚的马会会长 你特别来给韩市长一些建议的 对 明天他会来马会参观 我们就要咱们解释 了解 很清楚知道 韩国瑜想要在高雄发展赛马 马会会长特别别上了马会会章 来跟韩国瑜参训 也把原本还没有曝光的 马会参访行程 提前一个晚上告诉所有媒体 酒汉耳热之际 韩国瑜和夫人李嘉芬 手牵手 开心地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 原本计划要参访马国夜市的行程 最后也因为下雨而作罢 虽然在马来西亚的第一天 他掀起了一股华人圈的寒流 但是到目前为止 韩国瑜并没有见到任何的马国官员 三里新闻 郭俊伟 杨正全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来 出访之前就被打压 我请教授何博文 因为要见了有农业部部长 吉隆坡市长 到今天三个国会议员 其实都没有成功 真相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 韩国瑜韩市长他出访 然后希望能够推展高雄的观光 然后让台湾的能见度提高 这个部分我是给他肯定的 就是说出访的行程 这当然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非常的繁杂 但是我觉得这次韩国瑜市长 他出访 跟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首长出访 有点奇怪 有点不一样 这很大的不一样是在于 其实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台湾的国际空间受到中国的打压 所以任何在台湾 有一定分量的政治人物 要出访的时候 他一定是这样 他如果有相关重要 希望能够会见对方 比较高阶层 部长级的这个官方代表 或者有任何外交的突破 或者可能有进一步 双方经贸的进展 基本上都是会低调再低调 这所谓低调再低调 就是不希望见光死 不希望这中间横家阻扰 不希望有任何的外力介入 可是我觉得这次 比较让我意外的是说 韩国瑜韩市长 他在还没有出访之前 大家回忆一下 大概在2月11号左右 当时就已经发出这个讯息 说什么 说韩国瑜这次出访马来西亚 很可能会见到什么 就是会见到这个农业部长 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 哗然 大家就说 那可以见到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这么高层次的 这个部长 好 那这个隔天 这个马来西亚官方立刻说 没有这回事 不但没有这回事呢 而且还说 根本连申请都没有申请 正式的申请都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隔天立刻 就是说马来西亚做出一个 我觉得是外交是措置上 还蛮强硬的回应 但是事后我们去追究说 这个到底怎么泄密的 韩国瑜韩市长 他第一时间 他说我要追究公务人员泄密 他说我要追究这个责任 他也很生气 可是后来大家才发现 原来大概在2月11号的时候 这个就是由高雄市的 新闻局长兼发言人王浅秋 他就把这个讯息完整的告知 所有的媒体 那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你这个保密 这个内容到底是 你真的有谈好 还是说双方本来有一个互信说 我们先保密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没有任何的压力之下 给外界一个惊喜 还是说其实根本连谈都没有谈 只是个人单方面的想望 就像过去这个迪士尼一样 就像过去这个赛马一样 就是单方面一个想象 一个可能这个我们的期待 单方面的期待 然后你就应加说 双方已经达成这样的协议 那这样的当然会让大家非常意外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不是出现在农业部长部分 包括大家想想看 这个他到了这个马来西亚 他说原本可以见什么 原本可以见吉隆坡的这个市长 后来次证明也没有 那包括他本来要见 这个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 那后来次证明也是一场空 2月25号这个行点 本来说不是农业部长 还包括他们马来西亚 有一个企业发展部的部长 说要见面 这都是层次蛮高的一个官员的见面 大家其实都很期待 可是没有一件对外宣称 所要所跟官方会面的 全部都一一的落空 那这个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 第一个到底是这个事先 明明就知道根本不可能 而对这个所有的国人 给予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期待 还是说因为本来是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因为你太高调 而且事先曝光 导致马国官方非常不满 把所有的行程一概都取消 这有可能 所以无论如何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你这一趟的这个市场出访一趟 那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行程 那如果达不到原先预期的目标 我认为韩国瑜韩市长 那回来真的要检讨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你的行程保密工作 是不是做不好 你的团队是不是针对 这件事情的评估 是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第三 如果相关的官方 官方的这个管道 没有会见的话 那对你原先出访 要预期达到的目标 是不是大打折扣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韩国瑜韩市长 因为你已经不是选举的 你不是过去所谓的政治素人 你已经是拥有每一年 你必须要执行 大概16700亿预算的 这样的一个直辖市的市长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事情 应该用更审慎的态度来面对 如果这中间确实有出现一些 包括泄密或者事先走漏消息 导致这个 导致马国方面的高层不悦 那导致相关破局的话 我觉得这个回来恐怕要好好检讨 同时要给人民一个交代 因为不要忘了 这次出去 如果因为这样导致原先 可能更高层次的经贸交流 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 因而中断的话 这个对高雄市民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不太懂为什么马国要打压他 马国打压他都拿到中国的压力 是 那他不是中国最爱的一个人吗 九二共事拥抱中国吗 事实的真相叫做打压 这很奇怪啊 对啊 到底谁在打压 打压两个人 谁在打压他 我们看一下 来 温朗东我想请教 事实真相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2月24号的晚宴 本来是跟农业部长嘛 OK 结果到最后 媒体在守候里 没有任何大马的官方代表来出席 到了我们看到 这是2月25号的早上8点半 这里头是三个国会议员 说希望能够见面 结果媒体在守候了半天 也是没有出现 我们问到了 大马国会的议员程国伟 他告诉我们说 本来就没有敲定这个行程 我刚刚是见了吉隆坡市长才对啊 他说本来就没有这个行程了 而且我们看到 继续看到11点钟 这个是放出来说 有吉隆坡市长的一个会面 直到记者会结束之后呢 还是都没有现身 所以这里头到底是压力 还是有人涉嫌造假呢 来 温朗东 造假的人就是韩国瑜啦 韩国瑜在去马来西亚 之前就已经放话说 他会跟农业部的副部长会面 结果马来西亚的官方 马上就否证说 根本没有接到相关的消息 然后到了24号 就是昨天的时候呢 他就去晚宴 结果马来西亚官方代表 没有出席 韩国瑜包含他的新闻局长 王浅秋就说 这个是蔡英文打压 这根本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一下马来西亚那边的 这个是东方日报 他这个线上版 他标题是什么 韩国瑜原定与大马议员会面 行程临时取消 所以是说呢 他今天早上的时候 原本说他想要跟议员会面 议员也没有拒绝他 是他自己不去 韩国瑜他自己没有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睡过头还怎样 然后包含了 这里面还访问说 刚刚讲到这个陈国伟 是这个马来西亚的首相 对华特使陈国伟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他才刚跟吉隆坡市长见过面 根本就没有约 这个跟市长会面的行程 所以韩国瑜从出访之前 就完全没有跟农业副部长 有这个会面 然后到了当天晚宴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约当地的议员 然后终于好不容易他 今天早上可能约到了 他自己不去 然后这一连串都是他所塑造出来的谎言 然后就要把这个责任推到 目前的蔡英文身上说 这是外交部的打压 真的是很难想象 我觉得更好笑一件事情 是说他说今天去推销农产品 当然身为高雄人 能够推销农产品 当然是这样的好事 可是我们要看他到底推展的是什么 他签的是一个MOU MOU是什么 就是合作备忘录 那是你在正式订单之前 先有个备忘录 是一个笔记 很多时候你违反这个备忘录 是没有罚则的 也不代表实际的订单金额 就是为什么 2019年2月23号 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川普他说美中谈判里面 MOU无意义 要么就签贸易协议 所以在正式的 真的严谨的外交谈判 商业谈判场合里面 MOU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根本不代表后续的一个订单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整理了一下 发现说 其实这个韩市长他就说什么 高雄过去睡了30年 是一个沉睡的巨人 现在终于站起来迎接全世界 高雄没有睡 高雄一直在做事 睡的是韩国瑜似 过去城局的一个时代 你会发现说 在2013年的时候 就已经卖了3500箱 这输果到了新加坡 2014年的时候 在高雄展览馆这个地方 他总共卖出了32艘游艇 价值10亿元 是一个确切成交金额 已经有10亿了 2018年3月的时候 城局亲自带队就去日本 然后总共卖了 差不多2亿元的高雄的沼子 然后所以说到了 2018年7月的时候 整年度算下来的时候 整个外销金额已经突破2亿了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说 韩市长一个没有完全落实的 MOU备忘录 金额是1亿 这个过去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城局执政时期一直有在做 一直有推管高雄的事情 韩国瑜都完全避而不台 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难以想象 那接下来有讲到是说 他去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在讲说 这个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从中 我今天上网去看的中国评论新闻 就是所谓的中评社 发现是说 柯文哲新闻都没有了 只剩下韩国瑜 那柯文哲去了以色列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柯文哲去了以色列 去以色列 然后所以中国的相关的媒体 没有报导柯文哲的以色列新闻吗 没错 而且他说 在去了以色列之后 原本要去拜会以色列总理 可是以色列总理说 他要跟普丁有个会 所以不想见柯文哲 那都是民进党害的 对 这好像又变成 所以说以色列总理去跟普丁 有会议 外交部施压 对 又是外交部施压 这个又是中华民国所害的 那我必须在这边 必须奉劝一下柯文哲 以色列真的要看什么 要看他们的这个军事武器 你看这个军事 台湾军事杂志面就有 以色列有长丁飞弹 这个由拉斐尔 拉斐尔这个公司开发的 由以色列公司所开发的 这个飞弹的话 在陆海空 包含了反战车 都可以去使用 而且已经销到 全世界三十几国 所以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说 柯文哲他去防以色列 要看以色列是怎么样子 富国强兵 怎么样增加国防预算 不像是柯文哲 只会在那边讲的是说 其实台湾撑不了两天 台湾能撑多久 这种唱衰式的言论 怎么能够真正的提升 台湾的一个国防呢 柯文哲已经被整个中国媒体 所封杀 只剩下韩国瑜的新闻 不断在跑 可是我必须要说的是 韩国瑜 他到底要说谎 说到什么时候 今天刚刚在下午的时候 就出现说 有某一家媒体 他竟然报导 奥斯卡的最佳的短片 动画影片 颁给了这个 比克斯的这个动画 上面加上说 韩流发威助攻 这个包子夺 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 除了这个包子的议题 最近是一个关键之 包子夺 奥斯卡 这部短片叫做包子 他得到了奥斯卡 他是加拿大导演 加拿大导演 那跟韩国瑜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土包的没有关系 你要问宗教台 不能问电视新闻台 来来来 我今天刚才讲 我是觉得 先讲以色列这个 我一直搞不懂 市长沉急的去考察国防要干嘛 司马昭之心其实很清楚 那你要做总统 我觉得那是他的权利 我先讲第一件事情 任何人打压我们台湾出外拼外交 拼金帽的 我们都该谴责打压的人 不管那个人是国民党籍或民进党籍 今天韩国瑜出访 如果有人打压他 我们应该陪着韩国瑜 谴责 而且要那个报道的记者 中天的记者 交代一下到底谁打压 交代出来 大家一起谴责打压的人 看看他怎么打压台湾在外拼外交的人 不管拼外交 拼金帽的人是什么党籍 我们基本态度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我们就要来研究说 那韩国瑜到底有没有委屈 谁打压他 我们就把几个演员先找出来了 比方说这一个叫做蔡宝强 蔡宝强就是这一次 跟韩国瑜签这个一役 蔡宝强是平安杂宝这个吗 对对对 平安杂宝这个是什么 这个人叫做球元平 球元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的主任 他跟这个蔡宝强 蔡宝强就这一次用大马 就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我先讲一个基本常识 马来西亚用的马华这个华 不要给他打金公 是我们这边 他的华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蔡宝强代表的是 马华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他是一代习近平一代一路 在马来西亚推动的执行长 他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协 你看哦 新聘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协会的理事 海协会的理事 他也是在大马马来西亚 你知道马来西亚他们现在政府并不支持一代一路 他很辛苦的要帮助中国推动马来西亚跟印度之间的 一代一路相关的基础工程 干粮水果相关的买卖 就是蔡宝强 那蔡宝强就很明显 他是亲中共的嘛 那蔡宝强跟韩国瑜签了一个一亿的MOU 我觉得太没有意思了 中共如果真的是在帮忙韩国瑜 他干嘛MOU都签合约就好了 MOU没有买卖 我看到很多记者被这个MOU带成说 好 买一亿了 没有 卖两亿的是陈菊 那个是买卖 有钱进来的 找赤 赤而已哦 百分不算哦 这个MOU呢 中央就买两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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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亿哦 这是MOU带来的一亿 MOU MOU就说 嗯 我可能要跟你买 我打算跟你买 要买多少 以后再讲 这叫MOU 但有这样的进度 我觉得也给市政府鼓掌嘛 总是一个进步嘛 那蔡宝强会不会打压韩国瑜 不会啊 韩国瑜上过CCTV耶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干嘛用蔡宝强来打压韩国瑜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坏蛋哦 那这个人叫做陈国伟 整体这个新闻啊 陈国伟 这个是南洋的 还有一个东方网 你说这些都是演员啊 你刚刚讲啊 我介绍的药角 药角 OK 陈国伟呢 陈国伟是大马的国会议员 那他除了是国会议员以外 他也是一个政党的党主席 很重要的人物 他最新的身份是大马的首相 任命为所谓的 对华特使 我再讲一次 马来西亚的华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我们一点观众没 他是对华特使 他去见了王毅 他还跑了中国 也跟中国之间的华商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建立了相当的管道 这个他既然作为特使 他跟中国关系不会很差嘛 那这个人会不会打压韩国瑜 我们就来看了 新闻这么来了 有一个新闻台 我现在讲造谣的不能叫新闻台 造神的是不是叫宗教台 我也不晓得 这个台呢 就拍了 拍了之后就说 看到王浅秋跟韩国瑜在那边 在俄语 那就说俄语什么了 说打压 再打压 我包子也不会被他打压 意思就是 韩国瑜到马来西亚的行程 被中国被大陆 他用的词是大陆 被中国跟蔡政府双重打压 哇这不得了 台湾跟北京合作打压韩国瑜 韩国瑜真的是宇宙无敌大天神 共产党跟民进党 国瑜一起打压他 那打压他什么呢 说他有一个参会 要见这个陈国伟这些国会议员 要见这个吉隆坡的市长呢 可能会因为这样打压不成行 那就很怪了 所以东方日报就去问了陈国伟 说有人影响你不要见韩国瑜吗 陈国伟不管他亲中或亲哪一国 人家至少是诚实的人 他说从来就没有这个行程安排 从来就没有这个行程安排 他还多讲一说 我刚才见了那个市长 人家也没有这个行程安排 意思就是根本没有这个行程安排 那陈国伟是亲中的 总不是民进党的人 既然没有这个行程安排 如何打压起 怪就怪在这里 从来到来都没有这个行程安排 那你去看那个晚宴上面的媒体 说什么各界媒体蜂拥而至 请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新闻报道的麦牌 麦牌都是你读得懂的 意思都是台湾的媒体 所以这一个去制造出来所谓的打压 到底谁打压讲不出来 因为陈国伟也不会打压 这一个蔡宝强也不会打压 那到底谁打压 那如果真的有打压 假设有打压这个事情 民进党政府有能力 要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跟首都市长 听命行事 而且这些人过去是亲华就亲中的 那是不得了的新闻 我们台湾无限大 今天柯文哲去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本来要接见所有与会的市长 那这总理临时有失去见了普丁 一定很重要的事情 那是另外一条国际新闻 那没有见不到之后 现在网友在讲说 现在蔡英文那么厉害 可以指挥以色列的总理 可以指挥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跟首都市长 一起打压他 一起打压所谓政治上的对手 你也帮帮忙 所以我才讲说 所以你说施压普丁对不对 对啊 普丁也听我们的 造谣我绝对不认为是新闻媒体 我们这边很多媒体人 造谣绝对不是新闻媒体 那造神是不是新闻媒体 那我就打一个问号 那我最后要讲一个笑话就是 这种操作模式太容易了 我本来跟那个柏文 这个下午没有要来录小军的节目 我们俩要去见川普 国民党不要打压我们 中共不要阻挠我们 否则就是一切他们害的 否则就是见到川普了 这一看我就用得力 温朗东本来还要约 某某很有名的电影女明星 要去泡汤 那现在因为呢 这个政党的打压 所以汤就泡掉了 没办法泡了 这种操作 是把人民的判断力 踩在脚底下 我不相信高雄的人的判断力这么低 我也不相信台湾的人民的判断力这么低 但是真的 有某些台 你打开之后 每15分钟 6则新闻 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我有时候在想想说 到底是我一个人 逆着高速公路逆向行驶 还是有人逆向行驶 我们已经无法判断是非了 那如果是这样 就想到最近 因为各家电视台都做这个报导 叫做不顾北京的反对 蔡英文寻求连任 应该是不顾北京的反对 高雄市长韩国瑜 一定要见到马来西洋的国会议员 不顾北京的反应 韩国瑜一定要见到农会部长跟吉隆坡市长 要有这样决心跟魄力才对 这个新闻的前提 人家从头到尾都没有接到有人安排 从头到尾没有这个行程安排 我想请教蔻子姐 不能够不会造谣 就不会办外交吧 不会胡说八道 就不会出访 去拼我们的外交吧 蔻姐怎么看 从这个正常的国际关系 外交关系的人脉上来讲 韩国瑜初来乍到高雄市 他不应该会有这样的网络 帮他来进行这么的深入的 这种这个所谓的无邦交的外交关系 像这个吕秀莲副总统 他曾经非常努力的去开发 我们跟那个南向国家的关系 马来西亚过去 李登辉总统非常成功的 这个跟马来西亚 他们建立了一些实质的交往 马来西亚 新加坡这些国家 他们是高度敏感的国家 那这个高度敏感的国家 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 你连这个国家的国情都做不清楚 把它当成是一个宣传的平台 或者是这个像某些人所说的 一个直销大会的 一个吹嘘的擂台场所的话 那很快就会被这个揭穿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的正面的发展 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不管是你是哪一个政党的人 只要你不是臣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不是中国高雄市长 你不是中国台北市长 你不是中国台湾的候选人或者是总统 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 永远都是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打压 这就是事实 所以这件事情的正面的情况是说 这些敏感的国家 对于来自台湾的官方的人士 都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这个基本的底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的 就算你叫韩国瑜 就算你是北京所扶植的候选人 或是政治人物 但是你的底线就叫做 你的主子是中国 你不能不顾北京的反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这是一个这一次的一个 拆开了国王的新衣 那韩国瑜他自己心知肚明 除非他要自欺欺人 那自欺欺人媒体是可以帮他肇事了 可是旁边的这些不懂事的小鬼 如果说是一次两次三次狼来了 你不觉得韩国瑜有一个问题 叫狼来了吗 狼来了太多次了 那个放羊的孩子最后就失去公信力 那如果说从歌手的这个代言 到名人的代言 到甚至于非常属于这个蓝营支持者的 这些艺人的代言 都是先喊先赢 然后事后再来做一些弥补 而且是做这种表面上的弥补的话 那这个现象是很容易被揭穿的 那我们只好看着你的真面目到底如何了 至于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是 目前的这个状况是 有媒体可以不顾新闻台应该有的一个基本专业伦理 已经到了完全破坏新闻台的标准的状况 我不是要打压言论自由或是新闻自由 可是我想请教NCC 像这种台 它跟怪力乱神有什么不一样 你每天晚上这个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NCC还会被人家投诉说 这个哪一则新闻如何如何 这种新闻台今天让我瞠目结舌的是 寒流助攻啊 奥斯卡 奥斯卡的包子可以得到这个最佳动画片啊 那如果你要这样报道 我也可以接受 那是一个网路开玩笑 那是网路上现在社群媒体上脸书 很多人早上都在说嘛 哎呀这个包子发威了 什么的 那已经到作愚民自愚的地步 连这种标题都可以出现 新闻台的执照是特许执照哦 如果说这样的状况都可以出现 你看那个我看了之后 觉得它已经颠覆了所谓新闻这个 媒体跟新闻台的一个标准 像这样的情形 你NCC不需要去问一下吗 可以这样子吗 寒流发威助攻 这个然后然后是金探号耶 那你应该说网路开玩笑 你把席包子放在哪里 然后他说是报额夺 是把最佳动画短片讲 那照这个情况之下 那台湾的问题已经是出在一个体制上面的不对称竞争 这是一个制度上的不对称 也就是媒体环境 它的这个曝光度跟媒体报道的平台 已经出现了一个倾斜的状况 另外一个已经是画外之地 无法制 无伦理 无专业 无这个规范的一个地方 然后那一群人 就由这一群这样的做法的人 来做这种造神 甚至于来做高度渔民化的这种做法 选前的现象跟选后依旧 来问杨老师跟向宏帮我们分析之前 因为他是昨天启程 这次到马来西亚到28号 总共看起来应该是有四五天的时间 从24 25 26 27 28 五天的时间 那今天继续听起的是 在马来西亚最大的赛马场 他们进行简报 我想请教 我们连线到高雄齐山给吴冠义 这是在高雄齐山 一直非常关心弱势农民 他们的收入 是不是得以在政府的政策当中 不至于被牺牲被剥削 这是水果盘上吴冠义 冠义兄我想请教 今天因为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外面 MOU 意象书 刚刚定义讲得非常清楚 什么叫做意象书 就是只是表达有购买的意愿 可是这里头有出现一亿元 我不知道这样的新闻 来 冠义兄你怎么看呢 来 冠义兄 我们现在最主要在我们这个 焦农 齐山焦农 全国焦农 现在最主要的是被联合垄断 联合压低价格 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严重 我们现场有几百位农民 他们真的站出来了 他们不愿意再这样子被不良盘商剥削 那韩国瑜市长呢 他担任台北农产总经理四年多的时间 他照道理讲 他对这个中盘商剥削的事情 应该是非常清楚才对 可是呢 他自知不理 而且他们这个副局长呢 公开的制造谣言说 是因为产地爆量 所以导致价格低迷 那事实上产地根本就没有爆量 那最主要呢 这个韩国瑜市长 今天他所谓这个一亿元的意象书 我是认为 他这个在这个水果 农予业所有的产值里面 占的这个份额非常非常非常少 他根本起不到这个产业价格平衡的作用 但是当然如果以好的方面来讲 当然是多多益善了 但是最主要联合垄断 这个事实这么明确 那我们向这个农业局反映 他们却说推给中央 这是中央问题 那这个韩国瑜市长 当时在这个前几天的新闻 之前有一个新闻说 这个旗山 旗津 旗津地区有一盘这个商家 他们在卖这个螺肉 这个价钱偏高 经过这个消费者向媒体反映 媒体访问这个韩市长 他也站出来说话了 那现在我们遭受 我们交农遭受这么严重剥削的问题 可是我们韩市长完全自私不理 那这样子实在是太伤 我们这个基层农民的心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抗议他 我们要请他下台 我们非常不能接受韩国瑜的所作所为 是 是 他才刚刚上任两个多月 你就抗议他要他下台 是哦 因为他太过分了 他当初的竞选承诺 我们刚才也问了现场所有农民 当初小弟极力的请所有的农友来支持韩国瑜市长 因为他的竞选承诺就是要杜绝 这个中盘商剥削农民 他要直接把这个订单给农民 让农民有好的效益 要让农民发大财 可是自从他上任以来 香蕉价格放任这个不良盘商 这个联合压价 联合垄断 导致农民接近要血本无归 因为我们这个春天 秋冬冬春的这个香蕉 它的这个重量比较轻 它成本要200多块 他们有的收10块 11块 12块 你给一串香蕉 一串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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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不到20公斤 15公斤到18公斤 那这样子他们连成本都不够 可是我们这个韩国瑜市长 连帮忙讲话都没有 我们当然非常愤怒 而且今天农民都站出来了 最近这几天网路新闻 每个人都公干小弟 他们都说我是吸血盘商 绝对不可能会有盘商为农民着想的 那为什么没有农民站出来 今天所有农民就站出来给你们看 而且这是非常临时的通知 大家还来了这么踊跃 农民真的愤怒了 我希望韩国瑜市长 能够听到我们农民的声音 好 关义兄 我们请外面的SNG也拉开大警 让我们看 你后面来了非常多的农民 等一下以这个制高点 我们维持它这个现场 让韩内外观人朋友看 在高雄 岐山 到底吴关义的背后 这些农民 他们传达出什么样的一个声音 那我请教的是姚老师 所以MOU搞了半天 你根本只是一个意象 可能介绍不说好 随时就反悔 根本不是一个签约 没有实质内容 可是他打着一亿 来 真的是作秀吗 来 姚老师 不管在MOU是不是一个意象 还是未来会成真 买卖 这个都不重要 只是这个金额 我必须讲都是一个 用中文来讲的话 叫赏脸的一个签约 怎么叫赏脸呢 大家要晓得我们台湾 一年出口的农产品金额 将近六十亿美金 换句话说就一千八百亿 将近两千亿台并 一千八百亿的台并 你想想看 一亿在中间只占了地产 你是说我们的外销一年的水果 就有五十七亿美金 就是将近六十亿美金 因为今年希望能够达到六十亿美金 那就真的新台并一千八百亿 一千八百亿 一千八百亿 他只签一亿的金额 一千八百分之一 这个万分之几的这个数字 实在以市长之尊 亲自去卖水果 卖到这个金额 我必须说也实在不怎么样了 这是大马台商给的面子 让他不要空手而回而已 其实根本 那是华商 华商对 就台商 马华这个华商 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个跟台商不一样 我知道了 跟台商一点关系 所以 所以这就 你可以想象到这一次他去 如果按照刚才冠一兄所讲的 他其实正事不干 就是真正农民的事情 他不会干之外 他也不晓得怎么办外交的正事 这个外交出访 有一定的程序的 我看了这两天 韩国瑜的遭遇 我就知道他根本 连基本安排行程的程序没搞懂 第一个程序 要透过外交部 跟驻马的办事处 来confirm行程 这个最基本的尝试 他都没有做 这是很明显 他没有透过中央外交系统 特别是大马办事处 你从一个街机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从一个街机就看出来 他出错 那个街机 全部是刚才大家讲的 华商代表了 我叫台商代表 华商 华商代表 就中国商人了 对 那华侨了 华商商人 那这些华商代表 他一个政治人物没见 官员没见 吉隆坡市 也没有任何人来接待 他连政党代表都没有 就像他本来要见的 这个民主行动党的主席 陈国伟 这个民主行动党 它是一个社会民主政党 它其实对台湾 有相当多的议员 非常友善的 我自己就接待过 几个这样子的议员 他其实对台湾 有一些人是非常熟悉的 就算有几个议员出来接待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居然全部都没有 是没安排 不是人家不接待他 对 不是 就表示不是 显然安排 想要安排没成 根本没成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种安排 其实非常简易的 因为政党的代表 或议员的层次 是完全不涉及中央的政治 所以没有打压 中国打压的问题 连这个都见不到 这就表示他安排本身 就是一个出了一个大状况 所以 所以他自己 尝试为了要 其实我可以想象到 如果按照现在的讲法 很简单的 他就是想 外销 拼成内销 就是出访呢 希望能制造台湾的新闻 说我已经有农产品的签约了 我已经到国外去推销了 然后来造成他这次出访的成果 我想这个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整个的外交 拜会的行程太高调 完全没有按照外国的礼节来进行 有这样子的结果 其实一点都不例外 而且他说都是民进党外交部 打压的结果 所以农业部长 吉隆波市长 包括国会议员 就是今天我像外交部也被迫出来 我讲一个比较粗鲁的话 你也未免把台湾外交部看得太厉害了 我帮姚老师补充一下 这个是中评社 就是中国帮韩国瑜做新闻 24号的时候他们在酒家 你看这已经是坐满了 如果是议员银时不去到 为什么椅子是坐满的 这是第一个疑点 应该会有空的位置 空的只有中间那一圈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做人 所以说是没有事先约的 第二个重点来 第一道菜是什么 可能他要有国会议员站的 第一道菜是这个烤乳猪切猪肉 马来西亚有61%的人 是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徒是不能吃猪肉的 结果韩国要去那边接大马议员 第一道菜就给你烤乳猪 这就是表示他一开始就没有约 自己要吃自己的 然后在台湾做假新闻吗 这个是我看活生生 来自于你说是中国 中平社 就是中国评论新闻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如果他找的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跟他满口答应说 我要我会帮你安排 吉隆坡市长 他就信以为真就去了 去了以后只剩下他一个人 就顿时外交团变旅游团 就这样那自己就好吧 那就自己快乐一下 因为已经不可能做任何安排了 他发生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你怎么会去找马华 这个在吉隆坡在马来西亚已经是四围的一个势力了 怎么会去找他 那因为刚刚看到画面看到他顶多就是跟马华的人在一起 那马哈迪一带一路的计划不要忘记他退掉中共对马来西亚的投资 而且赔了钱 愿意赔钱把一带一路赶出马来西亚 所以一带一路的人在马来西亚根本就是空心大老观 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 那现在韩国瑜可能根本搞不清楚这个状况 就一头栽进去这个马华人跟他讲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传出说根本就没有安排 很可能就是你找错人了 那找不到人 咬电话 咬去当然没要收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姚老师讲那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现在两个月下来 因为我们也去看过高雄 照他这样搞下去 高雄就是一个更老更穷的城市 好不好 他们是说台湾 因为没有任何方法把高雄拉起来 照他的定义说又老又穷 我要告诉韩国瑜说 照你的搞法更老更穷 好 就这样 那这时候有一个问题 他是要把吉隆坡市场 吓唐喊的背脚 你哪根冲啊 这都不会见你的 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大张旗 我认为 定义也是常常处理外交人 我们在处理这些外国的见面的过程里头 我们必须让这些外国的 我们要去拜访的对象 感觉到说我们去 是对他有利的 能够他在 人家也是政治人物 在地 结果到最后变成帮台湾的一个 痞子市长当人形立牌 他还要继续选市长吗 当然不会嘛 我们去就是要安排 为什么要透过外交部 为什么要透过更真正的朋友 去安排的过程里头 要告诉这些人说 我们来了以后是两例 是win-win的structure 结果现在韩国瑜他的处理是什么 I win you lose 是别人输 然后我赢的模式 谁会见你啊 这根本不可能啊 来 何博文 我是这样看啊 我觉得这个 我实在想不到 为什么他要这样固步于正 事实上 固步于正 我认为这是 这让我感觉是固步于正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说 你透过正常外交管道 至少说马来西亚在驻台的 不管相关的这个代表或经贸办事处 他们有接到相关的这个官方行程安排 那这个部分就是可以透过外交部来协调 那成不成 我们再动用私下的管道去接触都可以 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很多管道可以去进行 例如说我正式的官方管道我也申请 那试一下 可能我知道说这个定语 可能跟马来西亚官方有一些接触 有一些不错的私交 透过这个部分也可以双重去进行 但是重点是 我们不管是过去跑新闻或 其实你知道外交工作就是说 你没有到最后尽量就是 我们就是低调 因为对方如果说事先曝光 对方可能感觉你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我不想被你利用 就好像刚刚这个先红哥讲的这个人形立盘 我再讲一个其实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说不是在国外这样 你知道国内很多的这个 目前一些演艺圈的人士 包括歌手也觉得很受伤 我举例来讲我不要举说哪一个 就是说一个很当红的女歌手 他之前也被说他可能是高雄市的这个未来的代言人 这个当红的女歌手他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也没有没有人来跟他接触啊 然后事后高雄市政府还放一个消息说 哎呦那要花大钱我们不要了 哇这个对那个女歌手来讲是很伤害很大 第一个你是说我值不起这个钱吗 还是说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这个消息曝光我就不认账 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形式作风不应该如此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的出访 当然我们很期待 不管是经贸外交方面有一些突破 这对台湾都是好 可是如果因为这中间的恒生之节 让大家觉得说 你到底是在顾步一阵 或者是这个这个中间过程中 你好像只是有点有点在欺骗 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外交经贸都是不好 因为我觉得刚刚这个 Col姐他有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你都不要管说 在我们国内是什么党 其实出去你只要是台湾的 你看首都 这个高雄市也是直辖市市长 以这么高的一个官方的层级出去 其实他不会管说 我在你国内选举 我可能要提你哪一个人 你只要出去是代表台湾出去的 我觉得他该下手的 或者该打压的 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出手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这绝对不是台湾外交部出手 你的总统候选人的话 中国的势力 其实在马来西亚 一定远强于我们 你应该好好拉他一把才对 怎么会定下一个一亿MOU 其可能根本没有订单的一个订单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韩国瑜呢 对不对 中国你应该力挺他 两岸的氛围呈现什么态势呢 我们说不能让外界觉得说 你不会造假就不会拼外交 你不会满嘴胡言 就不会去卖我们的农产品 不应该是这样子 那国民党你也不可以 你没有两岸论述 你就胡乱搞不清楚状况 扫帚说来美美帮我们做解析 到底反映什么状况 赖世宝直询苏贞昌 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 院长要不要步枪扛起来 这个冲锋将扛起来冲到第一线呢 苏贞昌又非常坚定的语气 捍卫国家 那我们听听看 因为这样的一个论述呢 已经引起了包括 国民党的副主席 郝龙斌跟赖世宝的质疑 听听看 这一段质询苏贞昌院长是怎么说的 他真的说错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